拉起門簾準備試穿新衣服 只不過若穿到一半 卻有人突然闖入 實在會嚇一大跳 網友分享 幾天前才剛穿好衣服 就有名外國人突然拉開門簾 第二次換到更裡面的試衣間 衣服幾乎全脫時 卻又遇到小朋友 突然把門簾大大打開就跑走 這時身上只剩下內衣 讓他錯愕無比 當時店家試穿人潮 若一不絕 有的是機器逼一下 告訴你該到哪一間 或者由工作人員直接帶去 但男女混合使用 仍可看到民眾自己到處跑 試穿完門兩把門簾 進去試衣間前 都有人口頭提醒 試穿完請拉開門簾 即使如此 從也不是人人都聽得進去 而人在裡面 沒有掛鉤 沒有魔鬼毡 萬一真有人誤闖 一拉開隱私全無 早在好幾個月前 甚至五年多前 就有人遇上 萬一被拉開的窘境 業者回應 以接貨客人反應 將會盡快聯繫 並加強區域管理 可能會尖叫 驚慌失措 看一下那個布簾 有沒有任何漏洞 如果有的話 就不像是 就會緊張 動作會快一點 試衣間到底怎樣 才能讓人放心 民眾一致認為 這種有門 有所扣的 關起來推不開 完全密閉空間 最安心 至少門簾旁 也得有掛鉤鉤柱 或者磁鐵 魔鬼磚等等 輔助閉合 否則空空如也 沒人幫忙看著 換衣服換一半 突然被陌生人闖入 真的會好生氣 記者楊翹成軒 台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載了 我們下載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